開始了 有 好 OK 這個 原廠便利器超貴的 這個好玩 這個可以介紹 開始了 好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現在是下班時間 會有人收看嗎 沒關係 我們一樣來介紹 這台車是LASUS的LS460 這款車的銷售的年份 從2007年到2017年 2017年之後就改款了 這款車的前後懸吊系統 都是雙A倍的懸吊系統 通常都是配氣壓的懸吊系統 以LS最大馬力最大的 油電混合款 LS600H 它就有做四輪驅動 那基本上這款LS460 就銷售最多 460代表了 它是4600cc的V8引擎 所以它的輸出動力 當然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以這台車來說 經理自己開過客人 或開過朋友的 覺得最棒的應該是它的隔音 它的隔音的話 我自己覺得不輸賓式的S-Class 所以它的日系車的妥占率 當然又會好一點點 可是它的稅勁的話 4600cc 所以還蠻可怕的 所以它的稅勁的話 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這一台車 我們都跟同級區的車來做比較 賓式的S 譬如說像是W221好了 它的避震器 有很多的副廠的零件可以選擇 那LS460不是沒有 它的選擇性比較少 所以相對後勤的維修上來說 它的費用 以避震器 以避震器來說 並不會比較省 像這一款懸吊系統 它的不只是氣壓 還有電控系統 主擬可調整 所以它的結構比較複雜 當然零件的費用 也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那這一個 這個零件 就是 這個是日本的 Toyota 這個是Denso的 這個是一個四伏馬達 它的功能就是在 鎖在上座這邊 它的功能是鎖在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一個馬達 可以讓這個軸心來做旋轉 它通電之後 如果要硬的話 它一樣是旋轉轉硬 所以這個是從車裡面 就可以做一個軟硬的調整 所以這個一整套的避震器 可能比這台車的產值還要更高 好 這個 這個後面的比較乾淨 因為後面的上座 也超級難拆 它的後座是電動椅 所以 要把這些 裡面的東西 往前拆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 後面避震器的上部 那這個是後方的 所以它的桶針比較長 那前面的話 前面 這裡有一個 這個也可以介紹 這個是它通系的地方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 比較長出現的車款 寄要的出款 應該是W220 或者是福斯的FATEN FATEN的話也是類似像這樣子 或者是R-CAR R350 W251 這些車款的話 怎樣 有人說你長得像那個阿滴 阿滴 英文那個阿滴 對 有嗎 經理 經理 這個 50的 有辦法像阿滴還不錯 謝謝大家 但是經理的英文 超爛的 好 那我們換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方的話 這個懸雕系統 它的一個下座的地方 有分二區跟四區 LS460基本上都是後輪驅動的版本 那如果是LS600H 大部分都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但這個是指的是台灣 國外的話 一樣有分二區四區 台灣的話 因為四區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大部分都是像這樣的設定 這個就是它剛剛要鎖 要固定那個四伏馬達 用的一個固定座 這個是避震器的上座 那基本上這個雙A懸吊的車款 我們啊 前面上座後面上座 都會附一個新品 這個也沒辦法拆下來沿用啦 因為它是 它跟它的氣囊之類的 好像是做成一體的吧 這個是前面 然後 光拆這個變性就超級難拆 拆好久 今天早上的α156也是一樣 也是拆滿久的 好 那這一台 我們從這裡來做介紹好了 來 對 以懸吊系統 或者是氣壓系統 這台車是坐拖車來工廠的 因為它已經降得非常低了 又在外地 所以要開過來 就不太方便 所以昨天的話 是坐拖車來工廠 那這一款車 有的車款 氣壓懸吊的車款也好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 電子懸吊系統也好 通常啊 回路異常的時候 就會亮故障嘛 我們開紅火的時候 儀表板就會 一聲秀出 它有異常的回路訊號 尤其是BMW 尤其是冰式 但Lasus的系統啊 它不太會做通知 所以這一台 一般 如果啦 其他車款的話 改裝 把氣壓式的避震器 或者是電控系統的避震器 改成是KT的系統的話 通常啊 儀表板會亮一個故障 回路異常的一個故障的訊號 那有的車款 它會 它會跟動力有所串連 譬如說是BMW的F01 F02 它的Sport檔啊 跟這個避震器的系統 有串連 所以那個又更麻煩一點點 但是解決的辦法有兩個 注意聽喔 這個是非常非常多 國外或者是國內的一個通路商 會詢問的問題 那如果會亮故障碼的話 要怎麼解決 基本上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 像這樣電控系統的話 它有一個插頭 那我們跟KW的做法一樣 買一個訊號解除器 然後做對插 它的訊號的話 就會被訊號解除器所騙過去 就擺PASS掉了 所以它就不會亮故障嘛 GOLF GOLF R 或者是一些VH的車系 通常會用這樣的做法 但這樣的做法 比較花費用耶 大概要花一萬八千塊到兩萬塊左右 就是買這個訊號解除器 直接做對插 非常方便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也許有可能日後換車了 那這個零件 日後也可以拆下來 再另外再拋售給需要的車友 這是第一種方法 花費的費用會比較高 另外還有第二種方法 花費的費用比較低 就是我們改好之後 靠ECU的工程電腦下去做編程 那編程的話 費用就 區間就比較寬一點 有的收費比較高 有的收費比較低 這個收費的費用的話就不一樣 所以有兩個方法 第三個方法更簡單 就像今天這台車一樣 直接上去就好 它不會亮任何的異常訊號 所以一共有三種方法 可以來解除 來破解這樣這樣的方法 那如果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車高的異常部分 像賓士的話 但今天這台不是賓士 所以如果你有賓士 沒有辦法破解車高問題的話 再請資訊給我們小編 那我們今天就專門來介紹 這台LS460就好 那這一個後方的懸吊 一樣是多連桿的雙A系統 但這台車有一個重點 因為這台車還是一樣長 都是超過五米的大車 改裝之後有一個重點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它的舒適度 是不是改裝之後 還能夠維持到 跟原來一樣氣壓的 經理基本上告訴你 不可能 不可能 改裝之後改裝的需求 一定是稍微比較硬一點點 可是KT在舒適度上 做了很多的功夫 我待會的話 再跟伊伊來做介紹 譬如說 這個的行程 它鎖上下坐動的行程 我們當然能長則長 這個行程 絕對不是越長越好 不同的車款 有不同的設定 這台車我們坐了15公分 好 那這台車的後方 乘坐的舒適度 就有一個重點 一般 因為它如果彈簧式 原廠不是氣壓的 是坐彈簧式的話 它一樣是配直捲彈簧 可是這台車如果配直捲彈簧的話 它往下壓回彈的力道 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絕對不是說直捲彈簧不好 有的車種就是適合配直捲 有的車種就是不適合配直捲 像這台車前方就配直捲彈簧就可以 後方的話就配一個大圈徑的 然後把彈簧的長度拉長 讓它的一個舒適度的話會更好 很早期的話 我配置的話是220長8公斤 可是220長8公斤 用在LS4604 車上的話 後方的話是不夠舒適的 所以我後來就開發了一條 200長7公斤 然後做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給這台車來使用 可是鏡頭的話拍不太到 因為它適應器非常非常的長 適應器是在上方 就這條彈簧 所以它的適應器這麼長 沒電了 好 後方的話基本上是沒有特別需要介紹的地方 畢竟它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器 那你鏡頭戴一下我去拿一個燈 然後後座 後座也很難介紹 但是有的人對這些車比較陌生 我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車的軸距非常長 這個這麼長 好謝謝 這個空間大成這樣 這個在後面的話可以翹二郎腿 所以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前面好像還沒有 沒有把它拉得很前面 後方就這麼寬了很誇張 這是總裁擠的座架 那後面的上座鏡頭帶不太到 好像沒辦法 沒辦法 好 那我簡單用說明的好了 它的後座 它所做的這個椅背 跟椅墊 是能夠用電動 往前推跟往後推 或者是能夠後傾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總裁的座架 所以它的後面的上座 拆法是把椅背 往前挪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電器的後面的上座 所以從那個地方可以拆卸 然後也可以從那個地方 來做軟硬的調整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介紹 那這裡有一個零件的話 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零件是車高的相對感應位置 它也會從原廠的一個訊號裡面 來讓前面的大燈的高低位置 來做一個改變 所以這個是類似一個水平感應器 這個是後期的系統 那這個都是那麼多連感 那這麼高檔的車 一般來說它的底盤 就像是VH裡面的奧迪一樣 底盤的結構 大部分都是做鋁合金化 把它輕量化 所以它的基本上它的零件的話 單價稍微就比較高一點點 像這個支幣的話也都是鋁的 這個是一個你鏡頭拉遠一點 這個是一個磁鐵 這個是一個磁鐵 所以要辨識是不是鋁合金的 支幣的話可以用磁鐵吸看看 這個就不是磁鐵 這一支也不是磁鐵 這個也不是鐵的 然後這個就是金屬的 所以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辨識看看它的支幣 下方這個下方的支幣也是鋁合金的 基本上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隔音也很棒 這台有沒有吸門 應該是沒有 好 那前方的懸吊 這一支就不是鋁的 我看看 這一支就是鐵的 如果奧迪的話 通常這一支也會做鋁的 或者是B&W的話 這一支也都做鐵 好 那前面的公斤數我們配的是 這個引擎操縱的V8 4600cc的引擎 前方的彈簧配重我們配 200長14公斤 那它的上座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它原廠的話 這個是一個電控系統 這個是四伏馬達 剛剛有介紹過了 再看一下 所以上座的部分在這裡 如果要調整鼠尼的話 需要把這個 這個蓋子基本上 已經沒有用途了 其實可以拆掉 從這個地方 這樣拍得到嗎 好 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軟硬度 往這個方向 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是變軟 這顆超大引擎 也應該要特寫一下 這個是V8 V8的4600cc的引擎 前後都是配多核賽卡鉗的 這樣的雙A懸吊系統 如果里程數比較高的時候 像之前常常猜到奧迪A4B8 這個支幣的部分 就蠻容易會壞 這個球頭機構 還有這邊 這個也是常常會壞掉的零件 這個支幣 它的三角鐵套 這個鐵套的話 也還蠻容易會破裂 那破裂的話 它作動的時候就會有間隙 會有比較低沉的聲音 所以這個都是耗材 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它貴不是貴在避震器 它貴的話 是貴在這麼多周邊的零件 才有辦法組合成雙A的懸吊系統 所以這個懸吊系統 以目前的底盤的科技來說的話 還是最棒的 但是它的成本會比較高 所以選用的一個 大部分都是中高階以上的車款 才會選用 那比較早期的話 我們在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類似的 類似這樣雙A懸吊系統的話 在CIVIC的K6 或者是K8 EK 裡面其實都可以看到 這樣的懸吊系統 所以那時候的 那個車款的話 改裝率都非常非常的受到 時下年輕人的歡迎 這個車的話 拿來改裝比較少 但這個車會改KT的 通常是因為 原廠器、避震器 真的是太貴了 所以改裝成KT之後的費用 而且改了KT之後 就算KT的用料那麼好 用了IP的阻尼油 用了日本NOK的油風 但久了一樣會壞掉 壞了之後 也都是可以翻修 而且翻修的費用 比原廠便宜太多 所以最近的話 LS460 或者是Rcar W251 或者是W220之類的 這些車款的話 我們銷售的狀況 都還是維持還滿不錯的 如果車友們想了解 看看這樣的車款 試乘起來的話 好不好做 或者是可不OK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Lasers LS460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